我从小可能两三岁的时候 家里人发现我耳朵非常好 然后就把我领到了一个少年宫的音乐班 去见一个老师 然后老师一看手很大 手这么大来学钢琴吧 然后我父母在旁边一看 钢琴这么老大一个东西 一定很贵吧 咱们家可能买不起 然后旁边就放这个小提琴 他说那个木盒子看着挺小的 应该挺便宜吧 咱就学这小提琴吧 都就学上了 其实我父母当时觉得便宜 这个是他们人生中最大的错误 我现在使用的这把小提琴 是由一位匿名赞助者赞助给我的 是斯特拉迪瓦里大师 从1729年制作的名琴 这把琴现在的诗值应该是700万美金 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考到了上海音乐学院的傅晓 然后跟赵继扬教授学 初一的时候学校开了这个室内乐课 然后呢当时是刚刚大学毕业的宋阳 我一直称他为我的室内乐的恩师 他给我们很多的这些练习 比如说这次拉的时候你要注意听二提琴 你这再次拉的时候你不要再带 你让大提琴来带你 然后我就觉得这东西很有意思 比自己一个人练要有意思的多 而且呢跟朋友还有一个交流 所以呢我就从小就特别喜欢室内院 大学的时候呢我来了美国 考到了新英格兰音乐学院 然后我现在还住在Boston已经十年了 从毕业了以后呢我开始了我的读奏生涯 包括美纽音我获得金奖以后 有一些演出的邀约 但时间长了以后呢我就觉得 好像一直一个人 有的时候还会觉得非常的孤单 正好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了 网上面Chambermere Society of Lincoln Center 有audition的机会 然后我就一下子在想自己要不要试一试 面试的时候呢是必须就来了这边 直接当场排练 因为我自己是非常喜欢即兴演奏的 我也非常喜欢就是根据不同的人的风格 来改变自己的一些演奏方式 或者说每次我们来互相影响 互相感染的这种事情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我非常喜欢的事情 所以一下子这几轮下来 我觉得我其实是非常幸福的 我完全没有紧张感 吴涵也非常惊讶 因为他第一次看到一个由中国大陆成长起来的孩子 报考林肯中心 然后我得知我考进的这个消息已经是三个月之后了 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其实非常激动 我都不敢相信是真的 后来过了一段时间 我才慢慢缓过来说 好吧面对现实吧 因为再过一年我的演出季就要开始了 下一次演出应该是四月份 我会在Low Studio会有两场在同一天的音乐会 那么在下一个音乐季呢 可能我的出镜率会稍微高一点 会有一个美国全国的一个巡演 然后是阿巴拉切亚的春天 这是我已知的曲目 还有一些曲目还没有定下来 室内乐其实简单的来定义呢 就是几个好朋友啊 音乐家一起在一起拉琴 那简单的来讲是这么讲的 但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讲 我觉得室内乐是一切的古典音乐形式的基础 那比如说吧 我们平时经常会去听交响乐 他们拉的虽然说是交响乐 但是它其实也是一种更大形式上的室内乐 也是一群musicians在一起 每一个人呢都有各自的声部 然后他们呢一起来运作 包括平时别人都说 把独奏跟室内乐要分开 那我认为是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个人我现在拉很多的独奏音乐会 跟各种各样的大的乐团去拉协奏曲 那别人觉得来听协奏曲 那一定就是来听独奏家的对不对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我每次学习一部协奏曲的时候 我都会去自己学习总苦 这样的话我知道每一个声部员在干什么 其实我也在跟他们演奏室内乐 然后同时我还要跟指挥 比如说眼神上还有各种交流 拍点节奏各方面的交流 所以我觉得室内乐是渗透在古典音乐的方方面面 感谢您的观众